这座位在七土区长安街47号附近的配水池 是供应当地自来水用水三座配水池中的其中一座 三座配水池总共供应大约1000吨的自来水 当地长安里长陈酸鸡向市议员蔡旺年反映 希望可以清洗配水池内部维护水质的干净 因此见请立委林佩祥邀及水公司一区处人员现场会刊 一区处也当场承诺三月底将派人清洗完这三个配水池 长安社区总共有三座水池 分别是500吨 300吨跟170吨 订的期程是在四月底要做水池的清洗的工作 那委员这边在关心我们就跟厂商联系 把期程再往前提早 那预定可以在三月底以前完成我们整个的水池清洗 那水池的那个水池我们每天都有做水池的检验 水池都是符合标准请民众放心的使用 我们排定的期程是大概是一年一个循环 那清洗我们所有的配水池 立委林佩祥肯定水公司一区处的用心和承诺 希望可以如期清洗配水池完成 让3000多位当地住户安心用水 主要就是针对长安社区这边三个大水池 总共加起来将近1000吨的民生用水 那这个1000吨的民生用水在这三个大水池里面 差不多支援这边将近1366户的居民 总共总数超过3000人 那经过会刊之后我们在这边也非常肯定 我们促长我们自来水公司的预程 说第一点当然是能够尽快来对我们三个水塔做出清洗 第二个也就是说旁边的水塔旁边 如果有一些这个环境比较不整齐的地方 自来水公司也允诺愿意在清洗的时候 顺便把旁边这边清洁干净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未来任陈处长也当场 在我跟蔡旺连蔡前议长还有陈理长前面承诺 未来每一年都会有一次的清洗水池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谢谢